嗨,你好呀,我是珊珊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庸 中庸作为儒家的道德标准 这个中庸的庸字在古语里面是指用,使用的用的意思 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庸俗,平庸啊,庸庸怒怒的这个用 所以呢,中庸指的就是中用 也就是说,是指待人接物的时候要保持中正平和 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和因地制宜 那另外一种字面上的解释呢,是指中道以及常理 也就是指直中而求中和 就是说是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安乐的时候的 这种很平静的状态,平静的情绪叫做中 而表现出了情绪之后呢,经过调整 而符合常理呢,就叫做和 就像我们如果有读过佛,了解佛家的 也会知道是我们在发出一个新念之后 做到如如不动 这个念起之前 关注那个一念生起之前的那个状态 然后如果起了念之后 再做的就是调和了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有相识之妙的 但这仅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理解 那中庸之所以会被奉为儒家的道德标准 源自于在能语的第六篇里面 就是庸也篇中 孔子说中庸自为德也 其智以乎 也就是说孔子说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原则 那所以很显然中庸 就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反感的 什么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谁也不得罪的那种好好先生 也不是什么说到处活悉你的那种和四老 更不是说什么墙头草 然后我们对于儒家的思想 大家提到中庸啊 提到这个整个理教 就有一种很排斥的心态 我觉得是封建的三纲五常 这种很教条主义 是要把人用框框框起来的 那其实在论语的理人篇中 也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说君子自于天下也 无事也 无墨也 亦之于彼 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 君子在天下行走 并没有规定说 必须这样做 或者必须那样做 或者不能这样做 不能那样做 而是不管做什么 符合道义才是关键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和这个中庸的这个思想是一脉传承下来的 就符合这个中庸的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在最近有一个走向共和的这么一个电视剧 有一位张之洞先生 这个是在晚清政坛上跟李洪章并肩的一个人物 他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 他说 四书五经开篇便是中庸 何以然呢 因为高明莫过中庸 那是做人做事的根基 他说 儒家的精神是入室 要有理想抱负 要进取不懈 但是儒家的经典中庸 却融入了道家的精神 这又是何以然呢 是因为办事情难啊 你说你光是一个劲的冒劲 撞了篮墙都不回头 这死了也于事无补 所以呢 还是要有点出事的道家精神 所以呢 以出事的精神去干入室的事情 自存高远 却又不拘泥于眼前的小事 杂事和乱事 这样才能够以坦荡的胸怀干成大事 这个才是中庸 我觉得这个写的非常好 其实这个不仅仅是说 融入了道家的精神 这不也是符合佛家的 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吗 好 那与中庸相呼应的 是执心和智诚 那关于孔子的 以德报德 以执抱怨 以及关于智诚的思想 我们以后再聊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哦 谢谢 拜拜